伊拉克首都星期日發生一系列炸彈爆炸,導致最少37人喪生。 據伊拉克官員說,最嚴重的一宗爆炸事件發生在巴格達北部的一個社區,五個人被炸死,15人受傷。 目前還未有人聲稱對星期日發生不同地區的系列爆炸事件負責。 但在伊拉克十月派和順尼派極端分子之間的中派之爭不斷,導致暴力事件頻頻發生。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。